大家好 我們歡迎來到阿明斯宇宙 這一集阿明斯想聊聊所謂的身心症狀 那身心症狀也包含這些層面 泛指是說我因為一些情緒或一些認知 它產生我身體方面的問題 包括泛指的一些自律神經失調 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的疾病 它也會增加我們的死亡率 讓我們的生活品質下降 那這個中間是為什麼呢 當然我們知道身跟心是有關聯的 今天我想要從神經生理學的角度 來看看這個身心的問題 它的迴路是什麼 那我們從中瞭解這個迴路以後 我們有機會去打破這個迴路 並且可以做一些逆向工程 利用這樣的機制來更瞭解我們 並且幫助我們身體更好 那關於這個主題我們會講到三件事 第一是我們這個身跟心 是怎麼樣去做一個連結的 今天我們會再講到我們的海馬回 性能核 以及我們一些神經內分泌 還有迷走神經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模型呢 其實是我們認知一些心理的問題 跟身體的地方重要的橋樑 第二是我們這個機制中造成 我們會產生一些症狀的 通常是來自於一些預設 或者我們講執著偏誤 這些執著偏誤 預設它是怎麼來的 我們怎麼去應對它 第三是了解這些機制之後呢 我可以做些什麼 第一我們就是破題來講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身心症狀 他開頭一定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啊不爽 這件事情這樣子我不滿意 坦白說就是這樣啊 如果說你每件事情都很滿意 然後你有身心症狀 我會去探究一下 你那個滿意背後是什麼 我總之這個回路就是這樣子 我們用色受想形式的概念 來講這個模型 就是第一 色就是事件 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那本身這個色是中立的 第二是受 我對這個事件有反應嘛 就是我聽到看到或經歷到 這些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受 會有一個input進來 進來了以後呢 大腦其實會把這一些 你受到的這些感受 再整理到你的海馬回 海馬回其實是 我們人體在儲存一些 長期記憶相關的 一個很重要的神經器官 那我們當然儲存一些 長期記憶時 他也會跟我們形塑 對事物的一個預設 或者是會形成你的一些習慣 對這個事情的標準 形成事有關聯的一個部分 它有點像是電腦的快取記憶體 就是說它會形成固定的一個模式 那目的是為了讓你 記取之前的經驗累積 然後為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可能有省能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個省能呢 本身它也形成了一些標準 但你收進來的這一些資訊 如果它是高於你的預期的 那你就會覺得說 喔還不錯很棒 當然啊 你預期做這個案子會賺10萬 結果你賺了20萬 哇你不爽死啊 但是如果你預期它是賺10萬 進來卻進帳只有9萬8 你可能就會開始 為什麼少2000 你就開始覺得好像也不錯了 但是就是覺得不是很開心 就是典型的 你的低於海蠻子 預設的這個預期標準時 它就會去啟動你的性能核 性能核是關於什麼 關於情緒的 所以你就會根據你過往 去表達出某一些情緒 產生的同時呢 性能核也會影響你的 視秋系統 視秋是你的感覺整合中樞 視秋在影響下視秋 腦下垂體這一些 會分泌一些神經內分泌 還有一些內分泌 腦下垂體 是有些細胸的一些疹的中心 再藉由自律神經 比如說是米走神經啊 或者是還有一些內分泌 腦下垂體跟下視秋 分別分泌很多的激素 來去影響我們的身體 舉凡你所聽到的那些什麼皮脂唇啊 它可以是一個這樣的路徑 一直到我們身上先皮脂 或者是長期的一些壓力 產生的一些問題 都是藉由這個路線去產生的 那後面這些機制呢 比較像是我們的生物本能 我們要去操控我們的下視秋 腦下垂體啊 信念盒 其實不太容易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些機制都有一個關卡 就好像Pachingo 珠子掉下來的時候 他遇到的第一顆釘子 其實就是我們海馬回 所設定的這一些標準 那這些標準的存在呢 是不是決定了說 我們這個路徑 珠子會掉到產生生性症狀呢 還是掉到我們很開心的那個地方 這時候呢 我今天要Focus的 反而是在海馬回這個部分 那珠子掉下來之後呢 他有可能會掉到 高於我們的預期 或低於我們預期的這個部分嗎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兩個部分的機率一樣嗎 坦白說不能不一樣 甚至還不能算 因為這些珠子掉下來 會怎麼樣發生 坦白說是未來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努力 我們做了一個投入 那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不見得能夠完全的去預測的 只是用一些概率來判斷 有多少機率會發生 所以他有可能高於 也有可能低於 我們海馬回的這個預期 第二方面是 爬信狗大家都知道嘛 他不是很公正 每一個釘子都是擺得很直的 他釘子會有些角度的偏移 來決定說 這一個投錢的人 他有多少機會贏多少機會輸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海馬回這顆釘子它有一點點偏 它會傾向於讓這一顆鋼珠 是跑向低於我們預期的這一個區域 哇好賊啊 如果是在打爬信狗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你應該被詐騙了 但你大腦一直有這樣的偏誤 心理學上把它稱作為 Negativity Bias 消極或負面的偏見 什麼意思呢 是一個事件來的時候呢 人的一個本能呢 會比較偏向去看不好的那個地方 勝過於好的地方 舉個例子 假設你目標是十萬 如果你賺進來 你十萬零兩千 哇多賺兩千 你可能會有個喜悅 你把它當成X好了 那假設結果是 你少賺兩千變九萬八 你就會有一個失落感 假設是Y好了 根據一些統計啦 這個值喔 並不是很對等 雖然數字上看起來都是兩千塊 可是我們對於少賺的這個失落感 它的Y的值 大概是等於五倍的X 有人多有人少 大概至少都五倍這個落差 也就是說 我們對看待不好的這個訊息 其實是會把它先放大 那這一個就是叫做 Negativity Bias 那為什麼我們人 會有這樣的一個 Negativity Bias呢 其實它跟求存是有關係的 我們在前面幾集講到 情緒也是跟求存有關嘛 人不會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情 為什麼負相跟消極的騙物 對求存有關呢 因為它是我們人在避凶跟趨吉上 會特別看到避凶這個層面 為什麼呢 因為避凶對於求存更有利 如果說我看到了一個危險 沒有去避開 我可能會死掉 可是如果說我有一塊肉 我沒有去吃 我會覺得那我就少吃一塊肉 可能再餓一下子 但我不見得會死 所以當這樣子一個演化的過程中 會把這個邪性 留在我們的一個慣性裡面 變成說是 我對於避凶會特別放大 放大放大 我可以寧可不要賺 或賺得少 可是我會更避免去產生一些失誤 所以這會演化成很多 第一我們可能看壞不看好 抱憂不抱喜 對自己啦 第二呢是我們可能會比較退縮 就不敢冒險 覺得有一個自己畫地自線 有一些安全感 種種會限制我們的部分 這一些部分其實跟我們演化是有關的 我把它稱之為一種負面濾鏡 等於是我們在看事物時 或多或少都有這種負面濾鏡 那這時候我們會想 那我就把這濾鏡拿掉 拿掉的話 我更公平平等去看待一些事情 這樣我這個海馬回呢 它就比較公正 竹子掉到兩邊的基劇 就會比較一樣嘛 不過阿明是必須說 這個很不容易 如果你能拿掉 恭喜你齁 我認識一個人叫釋迦牟 你他有拿過 反而我想要給另一個建議啦 是在於說 不如就承認我們有這個濾鏡吧 只是我們要去面對一個事件時 我們的情緒 我們也要同時有個認知 我現在對這個事物的詮釋 認知是可能包有偏誤的 被這個負面濾鏡加油添吃不過的 比如說好啦 那金剛經裡面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這個並不是大家以前理解的說 這個世界都假的 假的 是虛無的 而是說這個事情本身發生是 可能是真的 是客觀的 中立的 但是你對這個事物的詮釋 可能因為這些偏誤濾鏡 它產生很多虛妄的成分 認知到這點之後呢 我們冷靜下來之後可以去反過來 用一個客觀的角度 再去從這個事件出發去看 為什麼 我現在收到的這些反應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或者是我為什麼會對這個事件 有這樣的詮釋 這也是一個認識自己的好機會 而仍有很多這些消極偏見呢 而且科學家顯示 人開始產生這些 可能最早從嬰兒的時期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不同的經驗經歷 都可能會形數 我們還買回這個機制 以至於我們對同一個事情 別人可能是A看法 我可能是B看法 那我們的身心反應就會不同 尤其是一些能量很強大的 比如創傷這些事情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要連結回之前 童年創傷 AGE這個量表 其實也在幫助我們去看見 我在小時候是不是我的濾鏡 被刻了什麼樣的一個形狀 有被什麼樣子的一些偏誤 好啦 那我們把焦點 再放回我們的海馬回 其實海馬回這些預設 或者它產生煩惱時的佛法叫做執著 第一步療癒的開始是覺察 我們要先覺察我有哪一些執著 而這些執著呢 有些是我們已知的 有些是我們未知的 可能藏在潛意識裡面的 那我們就已知的先不談 我們先談未知的這部分 如何覺察呢 阿美斯提供三個關鍵字 讓你或你信任身邊的人 來覺察你的執著在哪 通常呢 執著在你闡述它的時候 會有三個關鍵詞就是 應該 必須 為何不 什麼叫應該呢 應該其實就是你的預設嘛 對不對 這應該很好理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怎麼去覺察自己的應該 我舉個例子好了 在前幾集有一個關於 我用養生茶 來教大家看 那個圓運動的那個模型的 原本我的目的啊 是希望藉由養生茶 因為民眾看有養生茶經驗呢 我估計是比看醫生多 藉由養生茶這個概念 來讓大家接觸 中醫原運動這個模型 讓它知道 不是只有寒熱啊 陰陽啊這些東西 可是呢 因為可能我表達的方式啊 會讓一些觀眾會誤解說 我就是愛錢啊 製造恐慌啊 所以我就是要販賣生氣茶啊 什麼的 這時候我一開始看到 我是有反應的喔 我是覺得 可是我那個反應主要是 我好像被誤解了 或者是我好像不被喜歡了 我就產生了一個抗拒 而這個抗拒 我再用一個叫做 6-5的模型 我問自己為什麼 然後呢 每一個第二個為什麼 就承接第一個為什麼 第三個為什麼 就承接第二個為什麼 就問自己為什麼這些情緒 我問自己啦 為什麼我會感覺到 會有抗拒的心態 我就想 我覺得我被誤解了 或者是我表達的方式不好 我沒有做好 導致流量也不好 第二個為什麼 我覺得我被誤解 表達的不好 會讓我產生抗拒呢 因為我想要去幫助人 而且我覺得我應該要被理解 被理解才能夠好好的去 跟人互動 產生信任 那這時候我就出現了一個應該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可以被理解 所以當這個低於我的預期的時候 我就會產生抗拒心態 應該就是我的執著 所以有句話說 人生最不應該出現的 可能就是應該 那同理可證必須也是 比如說很多人他活得很累 他上班沒什麼動力 你問他為什麼上班 他可能會導向說 我必須要賺錢 不然我就會 當你的人生出現必須的時候 就會容易出現一些抗拒 因為他就變成一個執著 而為何不 往往都是我個人對自己沒有察覺 但我常常對別人說的 比如說有些人你覺得 他很喜歡說腳 就是那些煩惱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那你為什麼不做A呢 你為什麼不做B呢 這些通常都是他指著別人 但坦白說這些標準 他在對別人時也同時在對著自己 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執著 所以當有出現這種應該必須為何不 的時候呢 也可以幫助你看到自己的執著在哪裡 覺察到執著了之後呢 我該怎麼辦 當然中間有一些靈魂探索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有這些執著嗎 如果是要短期在這個影片中給一個好兔 阿明是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分享 就是學著去抽換詞面 把應該必須為何不換成可以 完整的是可以選擇 比如說應該要被理解 我應該要獲取信任 我可以換成我可以選擇被理解 我可以選擇去獲取信任 你有沒有發現我把應該換成可以之後 好像多了一些空間 好像沒有一定要這麼做 我是自己選擇要這麼做的 而人容易被自己說話的內容所影響 當你說可以的時候 你就為自己製造了一些空間 那這些空間呢 我會覺得有一種鬆一口氣的體驗 可能在做一樣的事情 但我有不同的體驗 那接下來是 除了海馬匯之外呢 在海馬匯的應該也跟外界的這一些 我們講input好了 就外在發生的這些事件或物質啊 或者名聲 他input的進來就是小鋼珠 小鋼珠他進來產生了問題嘛 我們可以把焦點再放到小鋼珠身上 為什麼這個外在發生的事件對我會重要呢 其實比較又偏向靈魂拷問的一些部分 比如說很多人覺得沒賺錢 會讓自己很抓狂 那可以反過來去問一個空格 就是說 如果失去XXX 以這個立體來講是錢 會讓我感到煩惱時 為何我會因此而煩惱呢 一樣問自己六個為什麼 這個空格中的東西 不管是物質還是民生還是有形無形 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不代表它不重要 而是呢在藉著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慢慢去越來越了解 為什麼你會對它有反應 這個東西跟你的距離是什麼 佛法說那些空 空性的並不是說我想通了 我就沒有這個東西 並不是 而是要去找到你與這個執著的距離是什麼 讓它保持彈性 比如說你說身體不重要嗎 釋迦摩尼也是要去起社會大臣騎食 也是要吃飯 也是要洗腳 他也要洗澡的 而是他不執著 他跟這個東西有一個距離在 那這個東西不容易也是一輩子的功課 我的功課 那我也分享給大家 最後我也分享就是靜鋼精一句話 離一切諸相 則名諸佛 這個離並不是說遠離 並不是說讓它離開你的人生 而是距離 我們對於事物保持一個距離 對於情緒保持一個距離 學習用第三者的角度去觀察 它跟我的關係是什麼 我認為對於我們維持身心的平衡 是有幫助的 因為身的平衡 很多醫師治療是可以幫你做的 可是心的平衡 坦白說你的功課 別人沒有辦法幫你做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頻道 講很多關於心情緒機制 它跟身體的關聯 就是為了要支持你去做好自己的功課 自己的阿民之宇宙 到這邊我們下回見 掰掰 謝謝大家 吃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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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2次 吃1次 吃2次 吃1次 吃4次 吃1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